最後的三意 其實想不起來 他就是起誓 破惡 故母 破惡心理就是要斷繁老 故母心理就是出生死 那麼起誓 斷繁老 出生死 基本上他是這個意思 就出家 出家的意思在這裡 起誓只是外在的生活方式 他重點是要斷繁老 斷一切 所以我們要出生死了 再接下來看第五個 四叉摩納 這個我們比較少看看 最近開始很多比丘尼都有些重這個 那我們來看這個 到底這個是怎麼一種 他說 四叉摩納劍 這是女重 屬於三米尼以上 比丘尼以下的一起 一般是這樣 我們叫七重弟子 主要是比丘 比丘尼 比丘 比丘尼 主要是比丘 比丘尼 比丘尼底下就是三米尼 這是二十歲以下的 比丘尼底下在三米尼 三米 三米尼 三米尼上面還有一個四叉摩納 四叉摩納 四叉摩納 他就是他變成三級了 四叉摩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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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才是三米尼 他變成三級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來看 他說 四叉摩納 他意義為學法女 這是兩年內受此六法界的一類 六法界 六法界一般來講 各部律講的不太一樣 不過依四分率 因為我們說的是四分率 他基本上就是 四種根本界裡面 主要的五個六法界 以四分率來說 六法界 四分率的六法界 各部律不太一樣 那麼基本上是這六條 一條是 卵心相處 道人事前 道人事前 基本上就是四根本界 在降一級 道事前 道人事前 另外有段促生兵 還有一個小望 另外還有一個非死死 這看起來都非常嚴格 還有一個就是飲酒 那卵心相處 基本上根本界 比丘米 比丘比丘 他都有所謂的根本界 那根本界 那根本界 第一條 他是淫慾界 那淫慾是 要跟 男跟女跟 然後相處 他才有 但是 這個是根本界 但是他退一步 就是 你只要卵心相處 就是 有淫慾心 然後生相處 他就犯 他就犯六法界 那他六法界是怎樣 你只要犯 兩年內 你只要犯一條 你就不算 要重新再受 一直受到 你兩年都不犯 就變成這樣 那這個是 到你前是中罪 這個到你前是中罪 那你到事前就中罪了 你就要重新再受 那一般是斷人命 才中罪 畜生命還沒有中罪 但是你現在斷畜生命 你這一條 只要斷出生命 那麼你就 你什麼時候犯 那你就要重新 比如說 你已經 你已經遲到一年十一個月 那 你在另外一個月沒有遲 那這一年十一個月不算 就從你犯之後再 就是你要輕盡遲兩年間 那這個其實聽起來也有一點點 就是不太容易做得到這樣 但是以前是有一陣子是這樣子 那現在早期我們沒有在做這個 早期台灣的比較沒有做這個 那現在有很多講戒律的 基本上就是說 會變成說 那你這兩年你呢 他要你持這六法制 你持新鮮 你一定要經過三一年 然後四三一年 你還要經過兩年的四三摩納尼 四三摩納尼 晚了才能做補修禮 所以 那麼以前沒有受過 已經受到怎麼辦呢 所以有很多人就會退下來 又重新受 結果有這種 那大望雲 是放根本階 那你這裡小望雲 就放根本階 另外一個非死死 還有一個飲酒 這個其實這個是四根本階 四根本階再退一步就是了 這個是有雲律 這個是到五錢 那五錢是因為印度 印度只要五錢就判罪 判死罪了 就中罪了 那斷人的命 畜生的命還沒有換根本 斷人的命 那基本上就殺罪 其實就是殺 盜 盈 忘 四根本 然後再加上非死死 這個是四分率的 所以這上非死死跟顏九 那這個四叉摩大尼就受這六條劍 好 他說這個 你看一下 兩年內受此六法劍 這實在還是在沙咪里 因為你拒族界 說比丘 比丘女才是正式的 才是正式的 那沙咪 沙咪里 四叉摩大尼 都是欲修而為 那所以 不過仰修比丘尼界的一分 佛治女眾出家 起初當然也只是比丘尼 原來也沒有沙咪里 第一個比丘尼是誰 大一道 大一道率免耶穌陀羅 還有五百公民 他們一起去出家 那麼這一些都比丘尼 原來沒有沙咪里 早期也沒有沙咪里 佛羅是另一個 那比丘尼大一道是最初的 那一開始就很多人 很多人說 後來又增列四叉摩納 本來有沙咪里 後來變成四叉摩納 成為出家女眾的三級制 所以男眾就兩級 女眾就三級 現在是這樣 但是現在女眾只有 女眾只有北傳才有 湛船跟南船都沒有 那現在之前聽說 這個達埃爾瑪要恢復女眾 不知道恢復了沒有 那現在我們因為北傳的很多比丘尼都跑去南船 也穿南船的衣 但是他基本上南船沒有比丘尼 所以他如果有 他就是受北傳的比丘尼戒 但是南船又不承認北傳的戒 那不承認 那藏船的也沒有比丘尼戒 那後來不知道有沒有解決 我也不清楚 就是他們有在討論怎麼樣 是不是透過北傳的比丘尼去傳 然後女不如髮怎麼樣 因為現在也有穿藏船的比丘尼的衣服 那實際上藏船並沒有比丘尼戒 因為他們已經斷了 那南船也沒有 那南船的現在你看女眾出教的 他們都叫做八戒尼 其實就是持八戒尼 叫八戒尼 他是批八一的 但是他們八戒尼有些 他們現在就當他們是出教的 但是他們的家長就是白省 就是批八百一的 他八戒尼 那也在試驗生亡 不過也連殺命尼都不省 連殺命尼都不省 那有很多北傳的去 其實就變成是 也是比丘尼 但是這個身份也不知道到底是 南船的基本上他們也不承認 南船的有些 他甚至連北傳的比丘他都不承認 嚴格一點的 他不同教派的他也不承認 像我們如果去泰谷的話 我們要住他的事業 那麼大部分的事業是不承認你的戒尼 所以你必須要重新再跟他受戒 重新出家 有他的戒尼他才願意跟你 他才承認你 但有一些也會承認 那大部分是不承認你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那為什麼會有這一些 為什麼又會有一個四叉摩納你呢 他說原因是最初的原因起因是 有曾經結婚的婦女來出家 但是他出家他懷孕了他不知道 以前懷孕哪裡知道 以前衣血杯上這麼進步 沒有那種厭孕的轉世 你懷孕了你還不知道 不知道後來出家了之後 肚子一直漸漸大起來 那怎麼辦 就麻煩啊 所以已經懷孕了 那麼受比丘尼戒後胎相顯現 開始生兒子生女兒 不一定生兒子 就生了小孩 那人家就會講 這個比丘尼大肚子 你看這個就你很難解釋 也解釋不了 那因為可是他是 其實他是還沒受戒 他就有大肚子 因為你要懷他十月 那你剛開始有孕 一兩個月你都不知道了 那有些三四個月也不知道 大概一兩個月你也不知道 那或者是說 那你來出家之後 你才開始 能不能慢慢知道你懷孕了 那怎麼辦 那比丘尼又只能出家一次了 你會很麻煩 所以會被俗人誤會激險 有入清淨生產的迷孕 因此我制定視差磨賴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種厭孕 就是說兩年 其實也不用兩年 只要大概一年就夠了吧 一年大概就知道了 可是凡曾經結過婚的 以前是結過婚才會懷孕 現在不一定 你結婚也會懷孕 那麼年紀在十歲以上 因為你如果年紀太小也不會懷孕 因為那個暖細胞都還沒成熟 那所以在十歲以上 沒有結婚的同名 年齡在十八歲以上 在受三米尼藉後 禁受六法界兩年 起初是 起初雖然為了試驗 我沒有胎院 後來已經成為嚴格考驗的階道 就是他會 就是會原來不是這樣 但後來就變成這樣改變了 原來只是為了怕懷孕 那所以要先有一個過度階段 後來就變成 這個 這個 要 因為十八歲 十八歲要到二十歲才可以怎麼樣 才可以受不求尼藉 所以他對人生有一種考驗 所以十八歲以上 受三米尼藉 還要再兩年 本來說二十歲才可以受 受去除藉藉 那後來變成這兩年是一個考驗 考驗不夠你就不能受不求尼藉 如果在兩年中犯六法 就不能再受比丘尼藉 還要在兩年 一定要兩年內 這個六法都不犯 才能受比丘尼藉 這比 沙密尼藉嚴格的多 那沙密尼藉就是沙密尼十藉 然後再加上這個六法 女眾的心性不定 容易退市 那個在當時印度那個時代 女眾第一個報警比較弱 第二個就是她的條件比較沒有那麼好 就是我們說她容易被欺負 然後這個失去了這個父親 失去了丈夫 失去了兒子的依靠 那麼她就比較沒有辦法過身 而且女眾受知識的 教育的也比較少 也比較少 所以她自我謀生能力也比較差 所以她不一定會比較嚴格 所以她這裡講 比較容易退市 所以在完成升格以前要嚴格的考驗 才不會出了家之後 那麼她反而煩惱會變重 天主教宗修女出家 也是要經三次考驗 比男眾嚴格的多 不過這一個制度我國也許從沒有實現 也許運度也不受注重 在島式那個時候 一般是沒有聽過受失常磨難 不過現在有 現在很多補修女生團 他會要求這個 也許會 不過大部分要求這個的這些 那些他早期也都沒有受失的 因為早期沒有人在受失的 早期沒有人在受 所謂的自殺磨難的一切 所以這些 比較老一點的比丘女 或是這些長老女 基本上都沒有經過這個階段 大部分其實都沒有 但是現在他們 應該很多人開始研究戒律 研究戒律會覺得應該要照樣做 就好像以前吃飯 其實中國吃飯沒有在用鍋的 很少很少 都是用碗 而且你看我們去售戒 基本上都是碗跟碟 然後筷子 然後這個碗左邊一個飯 右邊飯湯 然後吃飯的時候要怎麼樣怎麼樣 過糖心糖之類 印度沒有 印度就是鍋 然後用手這樣拿而已 沒有那些的 那中國其實很少用鍋 像我去服務員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也是用碗 後來 後來就開始覺得學戒律 就覺得要造戒律 開始有結戒 然後開始用波 那波 波就比較 波基本上就不能用筷子 但是我們也不能用手 所以就用攤子 因為波裡用筷子就很難 很難用 基本上用攤子 那開始就慢慢慢慢 那開始就慢慢慢慢 你學戒律 用戒律 這樣規律就這樣做 然後就送你戒 那早期用波的比較少 那現在也有人開始覺得 那我這要脫波 所以有些人也脫波 但是脫波基本上就 不是脫錢 是脫食物而已 但是脫過這一個部分 脫食物這個部分 在這裡還是少 還是比較少 但是就是用鍋吃飯的多 那這個是像四川摩納林早期 早期是沒有人 就沒有人在收四川摩納林 基本上就是撒咪 撒咪尼然後撒咪 就這樣 不過現在已經也有很多 就是要求應該要先收撒咪 就是四川摩納林 所以導致說 這一個制度 我國尤其從沒有實行 印度也不受尊重 因為撒咪即撒咪尼 比丘即比丘尼 雖各部多少不同 但大致還多一次 唯獨這兩年的六法界 各部的說法不同 我們剛才講這些劍 即使是比丘比丘尼劍 那麼比較差異比較多 都是那些小界 那些小界 那其他的大部分基本都差不多一樣 那這個六法界就差別就比較大 那我們剛才講的是四分率 舊有部的實送率 法戰部的四分率都收六法 而不完全一樣 那麼心有部的比丘尼平安也 兩年六法六水法 這個就十二種 大宗部的升起率 兩歲也是兩年 水行十八歲 就三種六法 兩年六法的古說是一致的 而六法的內容不同 這可以想見 這一學法你的古字 早就不成嚴格進行 所以才各式各樣的說法 佛弟子雖有在家跟出家 在家有兩種 出家有五種 五種就是我們說的 沙咪沙咪尼 以丘 以丘尼跟四叉摩拉尼 這五種 那麼論戒法還有八類 就是進駐的八戒 八關在戒 七種 那麼都有戒 然後再加上八關在戒 那戒體的親近有防飛子餓的功能 有生長定位的功能 確實一樣 那這個戒體一般來講 受戒有戒體這件事 那麼戒體的作用 他就叫做防飛死惡 那戒體並不是說 戒體其實不是說 你受戒的時候 那麼佛把一個很神聖的戒體 給你安在你心裡面 不是的 其實不是這樣子 戒體完全是你的心 你要跟著佛學 那麼我先受此佛戒 那麼這個戒其實它重點就是 你有心 有心要解脫 有心要學習 那麼它產生 其實是由你的心產生出來 就是你要跟你要學習 例如說你要受五戒 你要受八戒 你要受三一戒 比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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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有心要學習 從你的內心生出來 並不是我去跟佛受戒 然後佛就給我一個戒體 然後他有防飛死惡的功能 可以抵擋一切的妖魔鬼怪 不是這樣子 而是你有心要學習 你自己有這個意願 在佛前跟佛許諾 跟佛承諾 比如說如諸佛盡情受不殺身 我某某人一日一夜不殺身 這是寬寬待見 然後如諸佛盡情受不殺身 我盡情受不殺身 不偷盜不協議 我向佛許諾 向佛承諾我要做到這個樣子 因為你是跟佛許諾的 佛是你最尊敬的人 那麼你不會跟佛說謊 你也不敢跟佛說謊 那麼所以你自然而然 我有答應過佛 就好像你答應過你媽媽 答應過你爸爸 你非常的尊敬你爸爸你媽媽 你當然你答應他 你會緊記在心啊 你怎麼可能說了就忘了 那你說了就忘了 那個就是這件事不是很重要 那個人也不是很重要 如果那個人在你的內心裡面 非常的重要 那麼你不會隨便跟他講話 你不會隨便跟他承諾 你跟他承諾的你一定要做到 那麼這個就是一種心啊 那麼你在佛寫受見 你跟佛寫講 我向佛學起 我又不殺神 佛也聽到了 你也這樣講 那麼你就會緊記在身 我有跟佛 我有跟佛許諾過 我不能做這件事 所以他自然而來 他有防非此惡 防非就是他預防 現在他重點就是預防 在煩惱還沒來的時候 他預防 因為他已經有 我不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他會遠離那種境界 或是他不去做那種 境界來了他不用 那麼已經起煩惱了 他可以止惡 就是我寫過殺生的時候 我想到 因為還沒殺生我就告訴他 我不能殺生 但是有時候煩惱起來 忘記了 思念了 那想要殺生的時候 我有承諾過佛 我不能殺生 你就停 克制 你可以克制 克制你的煩惱 那麼重點都是從你的內心 因為你的內心曾經這樣 許諾過 承諾過 跟佛承諾過 我要做到這樣的事 所以這個就叫做戒體 戒體是從你的內心 那麼非常尊重的誓言 我跟佛有做過這樣的承諾 我要做到 然後你謹記在心 念知在知的這種心 那麼這個就叫做戒體 他並不是說你在佛顯受限佛 佛就在你的內心按一個戒體 不是這樣子的 那麼這樣 因為你自己常常謹慈在心 念知在知 你對佛做過的承諾 進行做不殺生 這個是禁見 或是一日一夜 我到明天早上起來 我跟佛訊諾過 我不做什麼事 那麼你就會記在心裡面 因為你是那麼的尊重佛 尊敬佛 然後所以你絕對不會違反 你跟佛所許下的承諾 其實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戒體 所以他說戒體的親近 有防非子惡的功能 有伸展定位的功能 那因為你有戒 那麼你心裡面沒有憂悔 沒有憂悔 你的心清淨 那麼你比較能夠心 心沒有煩惱 那麼能夠沒有憂悔 那麼你的心容易得定 那麼所以失落不清淨 三面不限顯 那麼你得定 所以這些定心急淨 它比較有力量 這個定能夠引發無若灰 由這個失落清淨 而能夠達到內心急淨 就是內心的急淨 沒有煩惱 那你沒有持見 你就容易煩惱 起煩惱 所以阿爾濱剛剛講 內急心 就是能夠達到內心的急淨 那麼心一急淨 你可以只有講 基本上就是你去除煩惱 那內心急淨之後 用來做什麼 它才有力量 專注 心一盡心 專注 專注做什麼 引發無若 所以失落清淨 就能夠讓你的內心急淨 沒有煩惱 其實就是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奢魔它 然後引發什麼 然後如死做官 才能夠如死正觀 如死正觀可以什麼 引發無若 引發無若灰 由定引發無若灰 由戒而形成定 由定而引發無若灰 就變成灰 你才能夠如死正觀 那你的心煩惱 覆蓋 覆蓋 你就沒有辦法如死正觀 那個心沒有力量 關不起來 所以 真正引發無若灰 必須要有定 最低最低也要有味道低定 就九素心 味道低定 那麼最好是在四殘 那麼你能夠起如死正觀 引發無若灰 你才能夠得解脫 那麼戒基本上就是先要防灰之外 因為你有惡業 你有惡業它有果報的問題 有業的問題 有煩惱的問題 那麼這些都會障礙 叫做暴障 業障 煩惱障 那麼這些都會障礙你休息 讓你痛苦 讓你的心有憂悔 讓你的心散乱 那麼你就沒有辦法 定都沒辦法 何況你會 所以他主要在這裡 那這個叫做防灰子二的功能 伸展定位的功能 就一介 伸定 低定 發揮 其實是這樣 所以叫借定位 三無落學 那麼卻是一樣的 就是說不管是在家出家 都有戒體 因為你都有那一種尊重的誓言 不要違反你承諾的這樣的一個心 所以在家也好 出家也好 男重也好 女重也好 那麼年紀輕的也好 年紀大的也好 只要信念肯切 最重要就是你那一種肯切的心 真誠肯切的心 發起禁見 都可以一致而解脫生死 那不是只有出家中 在家中也一樣 出家中 如果你沒有這種心 那麼依然 雖然出了家 依然不能得解 你沒有界定位 依然不能得解 在家 你雖然有家庭 但是 你依然有界定位 依然可以得解 你只是五界八界 你持親近 你依然有那個界定 你依然沒有優惠 依然撒煩 這個時候 你如果再了解 這個 無我的道理 那麼 你長長 如理思維 如說 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碩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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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 再來講 那再來講 余中巨族界 界法之最盛 殷眾所受得 莫辭 不辭莫失望 那麼這裡講到 所謂的 他說 余此八種界中 比丘以比丘女所受得 叫做巨族界 巨族界就是比丘比丘女界 都叫做巨族界 那麼巨族是舊意 心意做近人 那麼近是臨近 緣是緣己 這是說 受持比丘比丘臨界 是已經臨近念 就是靠解脫比較近 雖然佛制的每一個界法 如果能夠受持親近 都可以生長定位 解脫生死 但比較起來 比丘比丘臨界 就是過著禮遇 主要是舞遇跟男女遇 那其實飲食也一樣 飲食他也是盡量簡單 那麼而且他是脫波起食的 他們沒有辦法說 你要吃什麼 你就去買什麼 人家給你什麼 就吃什麼 那麼就是比較不會著重在飲食 然後男女他已經出家了 離男女 所以也沒有 那其他的就是八關菜街 就是類似像 歌舞昌記 布王冠軍 他這些建議都很貴賓 那你也不能唱歌票 這一些 也不能夠 也不能夠相花慢 相有徒生 都沒有這個 就是簡單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們說就是禮遇心境 初俗的生活 在這個物欲横流的世間 比其他的戒法 是最嚴格 最慶幸 最能勝過情侶的禮 基本上就是禮遇 就是禮遇 所以出家中 生活中在禮補孕 就少益之主 那麼再家中比較沒辦法 因為他有家庭 他有事業 他有兒女 所以這一部分比較沒辦法 所以佛陀才會 就是說 讓在家人受出家界 就是八關菜街 而且不能長 大概就在他們放假的時候 所以六災日 基本上是印度的放假的日子 那麼你就這一天不用應酬 不用工作 那麼大家帶著 然後到試驗裡面 受一天五夜 那明天早上起來就沒有了 為什麼 明天早上回來 今天放假到明天早上又開始要去工作 那你就不能了 所以明天早上起來 你就自動消失了 你也不用像誰誰見 自然而然 你的心就瘦到明天早上 那明天早上又開始又工作了 那你就不能子來 你就要去上班啊 做事情啊 可能就要應酬啊 就這一些就做不到 那所以 那所以 基本上佛陀就是制定 在家人也可以過出家的生活 就是短期出家 那大關菜街 現在比較遠 以前比較遠 以前 道場受八關菜街的比較少 都是什麼 都是燦燦華會 拜燦啊 送金啊 那像道場裡面 佛妻禪妻的多 但是八關菜街的比較少 以前我剛剛學會的時候 其實受八關菜街的很多 華會很多 拜燦啊 送金啊 那等多就是佛妻 但是佛陀時代 佛陀時代出家 在家人去寺院 只有三件事 一個就是受八關菜街 一個就是去軍法 軍佛說法 一個就是去供養 基本上就是三件事 那這個 受八關菜街的以前 佛陀時代是很多 那但是 中國比較 就是我們台灣佛教 比較少說到場 在跟人家受八關菜街 現在有啦 現在要慢慢多 那 其實你如果有心要向解脫 但是你現在陰臉沒辦法 你要過在家的生活 那麼 最好的一個就是 受八關菜街 前沒有說過 就是說你重上解脫的陣陰 因為他即使是向解脫的心 一般是這樣 你沒有這個善根 就是說我們還沒有這個解脫的善根 要種下解脫的善根 因為在家 所以你要先受八關菜街 那出家基本上就是 今天過是八關菜街 不只八關菜街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天天都是 虧虧死死 就是 就是過不死 然後 也不可五昌基 不過我 都不做這種事 在經理裡面有規定 那麼也都 這些都只是他裡面的一條小街而已 所以這個都在他的範圍裡面 但是在家裡沒有辦法做到那麼多 所以他就也是過禮遇的生活 就一天一夜 那八關菜街不一定要住在寺院 佛陀時代 八關菜街不一定要住寺院 有住寺院 有住寺院 有沒有住寺院 那你就回家 回家之後你就記得 你就收收八條 八條街 不飯就好 那麼其實是可以 所以你像菩薩界 每天六天都在家收八關菜街 那這個是他說 在烏魚很有的世間 比其他的戒法最嚴格 最親切 我們就勝過勤運 因為御戒的一個最大的術股就是五一 御戒最大的術股就是五一 所以我們離三教道之後 第二個第二層 我們就是要離五一 那在家要離五一 就要收八關菜街 那出家他基本上 他基本上就是在 十一住寺裡面 他都給你限制住 讓你不再隨著補運 那這一部分 如果你能夠真的造歸起來 那他是比較快 因為你限制比較少 真正束縛你的不是戒 不是煩惱的業 所以你少做這一些 不止起這一些 你的煩惱 在這一方面起的煩惱 跟因為煩惱所造作的業 就比較少 那比較少 你所受的束縛比較少 煩惱跟異業 能夠束縛你的比較少 你就比較容易解脫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佛制的戒法中 最為殊勝 就是聚足戒 現在講的是聚足戒 受了聚足戒 畏居神法為聖壇中的主體 受人天的供養 聚足戒是戒法中最殊勝的 所以受聚足戒也是最不容易的 論年年要滿二十歲 論壽界的師長要有三師 和尚 就是壽界的 結摩跟教授 還要有七師的正理 後來就叫做三師七正 要有三師的 受戒的和尚 然後教授阿瑟 跟結摩阿瑟 那麼這一些 這一些三師 還有七個人 已經受過戒的 跟你做證明 就是現在如果是我們 我們要去我們台灣人 可以穿的 要出家 基本上第一個 要就是過程 基本上要先問真 就是說你有哪一些 你有沒有曾經 放過什麼 放過什麼 怎樣怎樣 那你是不是有欠債沒往的 怎樣怎樣 這些要問過 問過之後 都符合條件 准你出家 准你出家之後 你要有跟你替度的人 然後有教授的人 然後還有跟你做證明的人 你這些 有教導你的人 那基本上還有有 還有七個跟你做證明 三師七正 那我們這一些就是 在 在我們北朝 就是台灣的佛教 基本上這些 就是受戒 大家是一起受戒的 比如說開一個戒台 有五百 像我們受戒的時候 男眾女眾就要起來 好像 相近五百個人 相近五百個人 那這 大家一起受戒 那佛頭實在 當然不可能這樣 就是 男團也沒有這樣 男團比如說 我會去男團受過戒 那你去受戒 有三個有五個 一直就你一個 那你要今天來受 就今天 那這個和善也答應了 我就跟你受 然後 他就 他就受戒了 那我們不是 我們是一群人一起受 那出家有可能是 出家 受去主戒是這樣 那如果出家就不接 出家比如說 你在實驗 你一個人跟你去做 你又出家 那等到戒會的時候 你再去受戒 就是 我們現在是這樣 就是戒要有 那要有中國佛教會 或什麼要發一個戒點 證明你這個是在這裡受戒的 你才具有出家的身份 當然有一些人也 也不一定這樣 他也有可能 也不管 但是基本上 基本上 你這個叫做正式的是這樣 那佛陀時代當然不是這樣 佛陀時代不是說 大家 拿一群人聚在一起 然後挑一個認識 大家一起受戒 沒有 那不是這樣 不過我們現在是這樣 不過三師清正式之前在佛陀 可能佛陀時代不知道有沒有 佛陀滅後才開始 可能才開始發展出來 那佛陀在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 這個要可能要再查一下才知道 所以說 因為戒律是後來一次越多 越來越幾多 那受戒的規定 跟出家的規定也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只是慢慢多起來 那麼他說就是在佛法不興盛的邊地 沒有那麼多出家人 你三師清正 每個時候出家人 像如果在國外 你要找五個出家人都很少 找十個 不一定會找得到 所以也非三師二正不可 至少也要三師二正五個 你說好 你說在田中這個地方 我看這裡不知道有什麼事 你說在這個地區 你要找幾個出家人 那麼可能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麼這比起在家戒的從一十獸 三一及三一女戒從二十獸 顯然是難得的多 如果在家戒 你說你要瘦五件 我跟你瘦就可以了 一個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三一 就要有兩個 兩個跟你瘦 那和尚 就是一個 一個是你的師父 然後一個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教授和尚 這兩個就可以了 那但是 這個 這個如果聚足見 那麼要三師七正 就比較嚴格多 那你要出家 出家之前就是規矩很多 條件也比較有 就是除了三師七正 還要五官拒絕 還要父母同應 這也很多啦 這那裡頭 那很多條件 沒有勸戰 沒有重病 其實他規定蠻多的 後來是因為有些人 一直都是規定的 那這個 之後 還要有三師七正 然後晚了之後你才出家 但是要還暑就很容易 不管你出家都困難 你還暑都很簡單 只要跟一個人 你說我受了些 我不想我不想出家了 很簡單 你不用透過那麼多規矩 出家要層層的規矩 考核什麼一大堆 我們 有些人也沒考得那麼重 但是 照規矩是要的 那麼 還暑的話就不要 只要跟一個人講 這個人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這樣就好 你跟這個人講 那麼 我本來有出家 我受住不住 現在我不要了 我要捨掉 他聽得懂 他聽得懂你要講什麼 這樣你就捨掉 說完就捨掉 那麼你受五戒也一樣 受八萬戒也一樣 受的時候 很多要先忏 怎麼樣 要證明 這個 但是 你說我盡情受 受五戒 那麼 我沒有辦法遲啊 我也不想犯戒 也不想破戒 好 我就捨戒 跟一個人講 我有受五戒 我說不殺生 不托道 不歇不忘了 我現在要捨掉這五戒 或是我要捨掉不殺生戒 我要捨掉不邪影戒 講完 講完就捨掉 你就在裡面 就很簡單 但是要跟 要跟聽得懂的人 你不能跟那個外國人 他就不懂要講什麼 那就沒有效 就是說 他知道你在講什麼 那你也 你跟他講 那一個人就好 只要一個人聽得懂就好 你就捨掉 捨戒很容易 但是要受戒就不容易 他原來是這樣的 那劇組戒都更難了 劇組戒更難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 說說即使在編地 也要三思二政 那跟在家眾比起來 劇組戒是比較難 假使受比丘尼戒的 還要先受兩年的六法戒 還要從二部受戒 這是怎麼樣的鄭重其事 二部受戒就是 比丘尼要受戒 所以要先去比丘 要先比丘來跟他受 晚了比丘尼再跟他受 就變成六部受戒 深部跟明部就是 他要有先比丘的三思期間 然後還要有比丘尼 然後再受比丘尼戒 所以他更 比丘尼要出家受戒 那麼 規矩更多就是了 更嚴格就是了 那麼這是怎麼樣的鄭重其事 所以發心受戒族戒的 要求三一要求師 要得到生團的許可 那基本上就是第一個 你如果要受戒 第一個 你有沒有三一波聚 就是說你出家所需要的 你有沒有 你沒有三一 那你要出家 你要穿什麼 以前那個一不容易得到 一跟波很不容易得到 像現在不用了 現在沒有就去買就好 而且也越很多 現在一是太多了 以前沒有 以前一很珍貴 不容易得到 因為出家越來越多 你分少一都找不到 那麼你要等人再供養才有 所以 要先第一個要求三一波聚 你有沒有出家的最基本三一波 有沒有 有才可以沒有 那等於有 所以菩薩界裡面有一條 假設你說的菩薩界 家裡要準備三一跟波 做什麼 萬一有人去家 就可以給他用 因為那個時候一波會有補得到 其實是這樣來的 那這個 這個 要先 你自己要先去煮 準備三一跟波 第二個 要有跟你剃度的師父 那你跟神力佛聚家 跟穆建蓮出家 跟羅佛羅聚家 跟你過了 你要有剃度師 那你如果沒有剃度師 那就沒有了 那有一些 當然有一些也自己剃度出家 也有 那找不到師 他們自己剃度出家 那台灣早期受日本國教的影響 也有所謂的 也有所謂的這個 這是代法修行 他看起來好像出家 但是他們 有些是代法 那有一些是 也頭髮剃掉 但是沒有去受戒 那早期很多這種 那 後來 後來開始 開始 白聖長老過來之後 就開始很多人去受戒 才知道要受戒 不然以前也有很多人都要受戒 要求有剃度的師 也要得到生團的許可 那麼不是這個 以前出家有規定 比如說 比如說法虎山 法虎山是一個生團 那裡面有很多人 那聖元法師 你要跟聖元法師出家 那不是聖元法師許可就好 還要這個生團的許可 類似像這樣 聖團的 一般又有規定 聖團的幾分之幾個有許可 那麼 那你才 不是說那 如果師父 就是說你要跟聖元法師出家 聖元法師許可就好 那其實 聖元法師可以做 可是 你雖然是跟聖元法師出家 可是你要跟這些人一起生活 這些人都跟你不合 那就麻煩了 你只跟你師父合 那很麻煩 那你出家了這個 大家生團 就比較麻煩 所以 還要經過生團 開會 結膜 同意 同意你出家 以前是這樣子的 但後來就沒有 後來就是師父說好就好 那其他師兄弟不同意 那沒關係 不過以前是要這樣子的 所以他這裡講 他這裡講就是 還要怎麼樣 還要生團的許可 就是生團就是大俠 比如說佛高山 就要這個 住在佛高山 住在這裡面的 大家同意你出家 那 這是以殷眾懇切的心情 經眾多的因緣而合 才能受得去除卸 以前要受去除卸 以前要受去除卸不容易 不過現在還要看 因為年紀太大也不能出家 不能受去除卸 可以出家但不能受去除卸 依戒律的規定 七十歲以上 七十歲以上 你可以出家但不能受去除卸 二十歲以下 你可以出家但不能受去除卸 那是有這樣的規定 不過現在因為有一些 要看受界的道場 有沒有嚴格執行 那地度的師父有沒有嚴格的執行 那不然有些 有些其實也沒管那麼多 他說得來的如此不易 所以就應該特別珍惜 他好物質 也是這樣 越不容易得到的 他會越珍惜 所以如渡海的愛護浮浪 就是你要過過這個海 那你就靠這個平壤 以前一天的人 在渡海有時候是靠動物人 比如說是癢 然後他那個皮 然後他把它吹風 然後坐在這個平壤這樣渡海 那如果裡面有個破洞 平壤消掉 沒有福利 你就躲到海浮浮就死掉了 所以如渡海的愛護浮浪一樣 如遠的愛護眼目一樣 那麼你沒有眼鏡你就看不到了 切莫疏忽放逸 在環境的幽默下 煩惱的衝動下 基本上不然戒都是這樣 那麼失敗了這無價的戒法 如不能依此殊勝的戒法 生人間天喪或解脫生死 那麼以一五戒 這個就可以生人間天喪 不割三二道 所以第一個就是不割三二道 這是第一層考驗 第二個再解脫生死 解脫生死第一層要先淋五逆 然後再一層就是要離我見花 那麼才能夠解脫生死 那麼所以反而加沙下失去人生 照理講你受見你出家 那是在在這個 淋欲清淨的這個城市上 那麼人天的基礎上趨向解脫 結果你反而在這個基礎上破落了 那是多麼可痛處的事啊 就在講這個 好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回掌回向 願你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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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極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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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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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臣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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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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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